张女士有位朋友今年生了二胎 9月份朋友闲聊时告诉她 在林平风潮产后恢复中心做恢复 她有给我看 她说今天刮痧背很严重 很浑身肉疼什么怎么了 那我是觉得 我就会问一下她怎么样子 她说感觉挺好的 她说你要么去体验一下 她说反正我可以带你去体验一次 那她说效果还可以 那我就想着 也正好可以去试一下 张女士介绍 跟着朋友去店里免费体验了一次 当天没有在店里购买服务 9月底她听说店里有活动 1314元 半年的金油开备可以不限次 那我就问她 我说可以四五天做一次吗 她当时回复我 她说是的可以 我说那上次体验的师傅手法不怎么样 她说那我给你重新安排一个 29号我就当天就过来了 这个师傅手法我觉得还可以 还比较满意 然后就当时也就办卡了 张女士购买了一张五选一项目半年卡 她选了全背部理疗 聊天记录显示 9月29号做完第一次后 张女士预约了10月3号来做第二次 10月7号她来做了第三次 几天后预约12号做第四次 工作人员表示 约满了经过沟通最终安排在了15号 15号中午张女士让对方预约18号的服务 对方下午5点多回复 看一下预约表在确认时间 我觉得他们这个服务是跟不上的就是这个预约会比较难 就来了一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她说要有如果有免费午餐 你带上我 她就是这么回我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 张女士说以后不打算来这里做项目了 要求按照月份退回总费用的六分之五 门店负责人周女士介绍 虽然张女士购买的半年卡不限次数 但实际体验过程中 他们会建议顾客一周左右做一次 因为做多了背部会受损的筋膜 我们全手工四周五分钟再加五分钟的仪器 她的皮肤不是大量的要冒汗的吗 她的皮肤要冒汗 那只能限制一周做一次 因为做多了会对她身体有汗 那我跟你说每个理疗是我跟你说对应的 我跟你说接三到四个了 是不是 就是每个就算她一小时 一天工作八小时 周女士告诉记者 店里总共有八位做项目的工作人员 接待能力没有问题 张女士后面两次预约不太顺利之后 她跟张女士通过电话 如果说去一定要不听我的劝 一个礼拜要做两次的可以的 我帮你邀约两个理疗师 要么我跟你说按照我跟你说 单次疗程的价格算好以后 多出多少来 多出来的钱我还给你 门店价目表中 全背部理疗的单次价格是280元 折算后只能退不到200块钱 那这样肯定对她来说可能不是很划算 但是我给她特意安排了两位理疗师 但是还是很难伺候 她不对这个卡 你们后续继续安排服务 继续服务 绝对不会亏待她 我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因为来者都是客 我需要她大力支持 如果做背我跟你说她觉得不舒服 我可以给她喜欢的项目 张女士表示不打算再来接受服务了 经过沟通 最终门店负责人表示 可以退给张女士600块钱 双方达成了一致 188黄金眼 记住报道 上面的禁物 izz电盘负责人